是的,主播我們現在是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國內線五樓的觀景台 而在這個地方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在我的背後呢 就是這一架失勢的這個日本航空的飛機 而現在透過畫面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飛機呢,是持續的在起火當中 而且是不斷的冒出濃煙 而事實上呢,除了羽田機場這邊的消防單位之外呢 我們現在在現場這邊呢 其實可以持續的聽到消防車的聲音 應該是東京大田區這附近的所有的消防車 都已經趕到羽田機場這個地方要來進行救災了 而來為大家整理一次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在日本時間下午的五點四十七分 也就是台灣時間下午的四點五十七分左右呢 這一班日本航空從新千歲機場起飛 準備要降落在羽田機場的這一架日本航空的航班呢 它是在降落在西跑道的時候呢 疑似是擦撞到準備要離場的這個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因此造成了這一次的意外喔 而但是呢,還好這個飛機上面呢 事實上它有359名乘客還有12名的機組員 而且這359名乘客裡面呢 其實還包含了8名的嬰幼兒 大家原本很擔心這些人的狀況 不過呢剛剛傳出來的消息是 他們都已經透過逃生梯已經緊急的疏散了 而這是因為呢其實日本航空公司他們原本就有在進行訓練喔 就是在90秒內呢要儘快的來遇到狀況的時候要儘快來疏散旅客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才能夠這麼快的救出現場將近370位 包括乘客以及機上的機組員喔 不過呢現在我們收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其實是比較不好的消息喔 因為海上保安廳的飛機這一下被日本航空班機插撞到的這個海上保安廳的飛機呢 事實上它當時呢正準備要離場 結果被插撞到之後呢 現在知道說這個飛機上呢當時是有六個人 而現在確定機長有受傷的狀況 而另外的五名機組員呢現在是失聯的狀況 所以這邊其實在海上保安廳也就是被插撞到的這一架飛機的部分呢 其實反而可能它的災情是比較嚴重的喔 而這五位海上保安廳的人員呢 他們的安危也是我們持續在這邊要為大家來鎖定的 而除此之外呢其實這一架海上保安廳的飛機呢有日本網友他們是根據航機的這個來搜尋呢 結果發現這架海上保安廳的飛機呢在昨天其實有飛到北陸地區 也就是協助這個北陸的石川縣的地震的救災喔 而在今天凌晨呢才回到羽田機場 而在進行整備之後呢 事實上他在台灣時間的下午也就是五點四十七分大概要這個就是失事的時候呢 他正準備要離場再度飛往北陸 而結果呢就被這個要降落的這個日本航空的搬機呢是發生了擦撞的意外 而造成了這一起這個最新的空難喔 而這一起空難呢現在發生之後呢 事實上在羽田機場這邊呢 我們剛剛在持續的連線當中也一直都為大家來強調喔 因為現在一月二號呢正值日本年末年始的這個這個新年的假期期間 所以有不少人呢是返鄉也有不少人是來東京玩 所以在羽田機場這個地方呢 因為年今年的年假是在一月三號就要結束了 明天就要結束了 所以有不少人呢是利用今天呢是準備要回到東京 準備要回來上班 也有些呢是要準備回到大家的故鄉去 要準備上班了 結果沒想到今天下午發生了這一起意外之後呢 一度是傳出羽田機場這邊呢 其實是西跑道封閉 其他跑道正常起降 不過剛剛又有消息是說呢 今天晚上的整個班次呢 現在在其他的跑道呢也封鎖的狀況 可能要到日本時間晚上的九點 才會重新的來開放其他的跑道 至於西跑道這邊呢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的狀況哦 因為飛機現在是持續的在起火 還有在冒煙當中 所以整個救災的過程是 還是在持續的在進行哦 因此呢我們在這邊是為大家是持續的來鎖定 現場最新的狀況 不過現在比較好的消息是 這一架日本航空起火的搬機 事實上現在飛機上面所有的人員是已經全數的撤離 其中包括359名乘客還有8名 裡面呢是包含了8名的嬰兒 另外還有12名的乘組員 他們是全數逃生的 但是呢被日本航空的搬機擦撞到的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現在的狀況可能是比較危急的 因為剛剛根據日本這邊電視台的報導呢 事實上這架飛機上面當時一共有6個人 而駕駛呢是知道受傷 因為他現在已經跟海上保安廳取得了聯繫 但是另外5個人目前是失聯的狀態 而且海上保安廳剛剛其實已經宣布了 他們會持續的來搜救哦 來這邊尋找這5個人的下落 而這5個人到底他現在是生是死 可能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持續來為大家關注的部分 而現在呢在雨田機場的5樓的觀景台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來了不少日本的媒體 以及來看這個最新狀況的一些民眾哦 而在這個地方呢 現在因為人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整個日本的社會 除了昨天的這個石川縣的大地震之外呢 包括日本的媒體以及日本的一般的民眾 其實對這件事情是最新發生的這一件意外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關心的 而事實上在東京這邊呢 他在入夜之後 整個氣溫是持續的在下降當中哦 但是因為今天發生的這起意外 到底會有多少人會被受困在雨田機場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離開 現在可能是我們接下來也是一個 可以再繼續觀察的重點哦 而再為大家整理一次 這是在發生在今天下午日本時間5點47分 雨田機場的西跑道呢 是有一架日本航空從新千穗機場 北海道的新千穗機場準備降落在東京雨田機場的這一架 日本航空的航班呢 是擦撞到了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結果呢是造成了這一場空中的意外 而現在呢是日本航空的班機呢 是持續的在燃燒以及冒煙當中 而這個海上保安廳的飛機呢 則是傳出了架使受傷 另外還有五位海上保安廳的人員是失聯的狀況 以上就是我們在雨田機場這邊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